大海輕軌呢 今天上午動工了 這是朱立倫競選連任的大力多 同時呢 民進黨新北市長參選人游錫坤 上午在辦理參選登記的時候也提出 將會和柯文哲聯手推動雙北市改造運動 而且提出了整治淡水河計畫 雙方都大打見射牌 那這個改造包括淡水河的整治 還有這個雙比特派向多國性的整治 那我們有很多包括文化這個經濟各方面各方面的整治 包括社會主堂 大家都是地點相控的 游錫坤上午是和多名的新北市議員參選人集體搭公車登記參選 民主進步黨主席蔡英文全程陪同造勢 游錫坤將和朱立倫對打 預料將會是一場激烈的選戰